市府局處各所長 我們民地的朋友 大家好 阿修先生 這段要來叫我們交通局 來研究說 關於地方建設的問題 我們這個南科 在利空 5年 我們的營業員已經超過7千億 所以說他們的雇用人口 已經每到8萬 這個南科的超商 他們一直在發現 是不是 跟我們市政府 來歡迎清楚 這個 高鐵南科的檢疫戰 可行性 要麻煩 我們交通局長 我們局長來 說可行性 能不能替地方來爭取 跟議員報告 我們高鐵 一共12個站 從台北到高雄 12月的車頭 還有兩點 第一 沒有一個縣市 有兩個車站 第二 我們建議說要設檢疫站 隔壁是沒有這種設計 高鐵跟台鐵不一樣 台鐵是有小站有檢疫站 但是隔壁沒有這種設計 所以有它的難度 第一點要跟議員報告 當然地方有這種希望 但是 這個可行性不高 我必須很坦誠地這樣報告 不過我們也可以 跟中央來歡迎 不過 要跟議員報告 我們知道 我們不可以 我們可以做 一切 看見 我們這次 ist 我們要求 我們去 telling 我們,我們要求 大家可以去做 這個 台鐵能夠再加密班次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南科管理局 他也有注意到這個需求 所以在南科管理局對面 有一個Park 17 有一個直達的接駁車 一天有12班 可以坐我們的接駁車 直接直達到台南高鐵站 這因為走高速廣路 所以差不多35分就到了 所以這部分我們如果有這個需求 南科管理局在要求 看他的班次能不能再加密 這是第二點 第三個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規劃 我們的先進運輸系統 就是台南的捷運 未來也有一條捷運 會拉到南科地區 那我們靠這幾個來接駁 我想等這個高鐵給我們設站 我看這樣比較快 是不是這樣子我們可以跟議員 來做這樣子的報告 感謝我們局長 我們的用心來為我們地方 來檢查這個問題 局長請坐 那個我請你回答的時候 我們台南鐵路立體化延伸到省法地區的可行性 研究 照我們交通局 我們的萬路所公布的度看來 省法庭整個都是平面的嘛 我們省法延期以來 受制替路區的關係 導致這個好火車站臨近的都市計畫內土地也受到影響 可謂一戰之隔 判落兩地嚴重影響力外發展 是不是 我們這個 國際到新市大 進行這順的時候 有給你歡迎 因為 考量很實際 沒有想 如果沒有辦法 未來 生化 新市立動心也很有機會 定案立生化 你 也是要拿著整個月起來 先不然我們也為這個 登市療程 來到 省法火車站這裡 是不是 可以努力 來 改革 就因為這個公文六協 的無理想 當時 這個公文六協的設計 應該就是要請我們 幹部局長 屬局長 來 說這個公文六協 你也是省法人 比較清楚說 他這個設計 實際是 不符合 這個電影的 使用 跟這個 老人 他要騎腳架 就騎不去 他 他要為那個 腳架的 專用道 九萬十八萬 請求一個天梯 所以說 如果沒有進去 我們是不是 來檢討 可以改 不好 應用地方 避免 這個 走的 安全 和空間問題 以及 發展的問題 請我們 公文六協 來 解釋 公文六協 他的缺失 公文六協最主要是 那個時候 他 因為公文六協到 那時候 90度的轉彎 另外還有一個 要過六文六 要 進去 它 這個 當然 百五條 這裏 這是 很輕 那 但是如果沒有這樣做,沒有辦法出入 競爭路那邊,因為我們又哭了公文路,又競爭路 所以他這個入體是做相殘的 所以他也有特別管 所以有部分的坡度比較管這個屬性 但是他也有哭了說他有辦法出入 當然我們站到旁邊,其實我們收到不住 我們都會覺得很吃力 所以他這個坡度,雖然我們看起來看起來很吃力 他坡度有哭了過 在相殘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為競爭路要出入 所以要說的是競爭路,公文路,加法那條,當事那條 當然要哭了這幾條的出入,所以做起來非常龐大 但是這樣大家都可以出入 大家是這樣 好,感謝蘇教長 感謝蘇教長,要請我們 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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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也有請鐵路立體化的規劃 所以我們很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從前年開始就來做可行性的研究 鐵路立體化北沿 目前這研究的過程,我們其實非常慎重 我們也有請鐵路工程局跟台鐵局 相關的專家學者,大家共同來探討 我們現在定案的方向就是 永康地下化,新市高價,到生化平面 這個方案我們已經報到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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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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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大家可以再來考慮一下 好嗎? 好 這部分我們先這樣處理,好不好? 好,感謝局長,局長請坐 現在要向我們國務局局局長歡迎說 我們的公公路 這個車両是承發出入世界多 所以道路的損害非常嚴重 我們是不是來進出改取得 立後的維修 我們國務局局局長也不會那麼大 請局長來說公公路的問題要怎麼處理 公公路是十分選擇的外觀 我們台南市所有的取得 我們已經完成了 我們全て下 앞에組成公公公公특 希望福岡也在免費 國務局局長 國家財政府在公公公公的都完成 我們要向你歡迎 我們開發地區 在南科的另外的道路 原地是 麻生大教過來 都由我們開發中路 接隔離開發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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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研究說 為台十九甲線到 四到一七八線 不然 現在南科的這個 競競的出線 環評也過了 現在像環評大會 所以未來 他競競好的時候 帶動他要將 將近一萬個 就業機會 帶動人口進來 所以說當時 地平一定 踏車踏腳 拜託 我們 蘇局長 來匯心 來研究看說 交通問題要怎麼處理 交我們相關單位 來研究一下 我們這個 齊工那邊是 為西工那大橋 我進來的 因為那個 返訊道路 為官邏 到 安定這個 籠花 所以說這個路程也有偏向 是不是建議說要為這裡接一條去到我們的安寧交易桌 來輸解這個車流量的問題 第一條你所說的就是這個黑球中路 黑球中路它做得比較好 比較舒適大概二十四米 它會開始高壓電 這個黑球中路它本來就一個三頁道路 大概跨度大概十米而已 議員的經驗就是希望這兩條路 還可以用骨鐵紅接起來 不過這個骨鐵紅 在八八水災的經驗 它要有防紅的功能 所以我們主理究竟是已經把這個骨鐵紅 做這個骨鐵紅的輸用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去那裡廢地 沒辦法廢掉 可是如果我們要討論 這也是可能 也有很多這個蘇聯的土地 包括黑球中路也一樣 不然這條路邊這幾四米 它是這個鐵紅差不多四米而已 黑球中路差不多十米 所以我們要研究一下 看我們這條路 要說起來它 也是各地回到第十九十塊 不過是我們多一條 可以對南科的中文進去 不過這讓我們研究一下 另外 你說光療那條 光療是用我們這個 南科的我們的水泳道路 現在這個水泳道路是一直開 開到高速公路那裡 以為這個部落 瓷子是路比較小 沒有錯 其餘的意思就是說 在 還沒到這個部落的地方 在中那裡 打過接這個一七八山 這我就查起來 它經過的地方 都在土地的農業區 所以這如果沒有辦法 還要辦土地的農業區 不過修憲 我們如果是新規的 看它這個可行性如何 不然是 它沒辦法 怎麼接起來 就可以接一七八山 但是它 都在農業區 不是路地 這是要辦變境的 把這個令議員做這個報告 局長這麼多 現在要跟我們 公務局反映說 我們這個一區一公園 我們安定區的代表公園 是 這個 這個 環災公園嘛 但是它上面 已經是有 九月夫妻 叫我累積嘛 甚至 那些 安定的 八山都在反映說 他們沒有休閒的場所 我們可以 來整個一個公園 來讓安定的市民 來修容 安定 當初在一區一公園的時候 那時候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要用公蒙 來公蒙 因為要堅持到那些千丈 所以要是用這個 國小的用地 因為國小的用地已經蒸熟了 目前沒有設定 所以 用這個 綠美化的臨時措施 但是裡面 也有很多 運動設施 所以 目前的一區一公園 是這個 文小 當然 比較少 議員覺得設施 沒有三公園 或是像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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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設施 沒有 Ramadan 會不會 並不再 有些 有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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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那些 有些 有些 那些 那些 環保局來費心來把我們清潔隊刷照 就叫相關單位來研究 把那個地方來整個做修行場所 譬如環球場 這樣我們局長 我們那個清潔隊 我有叫我們的清潔隊長 研究過了他說 辦公室、樓的 其他的車廂 延續會對地方有幫助 請局長來幫我們消息辦法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我們那塊空地差不多700倍 現在當然 在給我們放一些工具車是很方便 因為就在我們的辦公室旁邊 議員有這樣的建議 事實上環保局是可以來考量配合辦理 那最主要就是說議員曾經說 後面那一塊木地要先處理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我們是比較被動 就是說如果後面那一塊木地能夠處理 然後把它弄好以後 我們車子移過去 然後那一顆700多坪的那個空間 正好連結那個風雨球場 那我們當然樂於讓民眾有更多的空間 那這個前提是他後面的那一塊的這個 這個木木用地要能夠先處理 那這一塊我就是請這個 市府的相關單位 如果他要完成了 還是說他有一些騎乘 我來配合他 我這樣跟議員報告好嗎 那請民政局長我們前局長 那個木木的單位是我們民政局管的嗎 這個議題上一邊任議員也很關心 這個我們會綜合地方的發展 我們會做一個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幾年我們都有一個 環境的這個沉重的價位 所以上一邊其實議員拿去之後 我們有做一個綜合各個機關的需求 我們會一起來做一個評估跟定案 所以是時間的問題啦 一定會做的啦 其實錢房是都10萬一定會錢啦 這次我們會擺優先順序下去處理 感謝錢局長 錢局長那個在反應那個 王家、安生、保生、你 他這個任務也沒中心的問題啦 他們這個在辦外棟 他們沒一個中所行 他們都會讓他們輸用啦 這樣不知道我們 錢局長有在貴的 我來了解整個安定 外棟中心的分佈 但是 地坑者可能我會請公所先去了解一下 如果地坑者比較少有這個需求跟這個需要 我們平坑過後 請到地坑來找找看看 有失蹤的土地嗎 來解決要找到這個失蹤的土地 我們有要來蓋外棟中心 這個我比較議員這裡 我們比較早會來看 平坑整個地坑這裡 安定所有的外棟中心的分佈 這三個利益的地方 是不是有失蹤的土地可以處得 來去外棟中心 感謝我們前局長 我們上次加南大村 我們有歡迎的 在安定分散 鹽花 儘管我們到改善工程 結果我們用營建署 申請他不準 他不準 他不準 這樣我們有什麼補救的方法 來替這個安定的地坑 來做這個利益化工程 他上次是去審查的時候 是覺得說那個地方很便宜 會離那個土地坑上方 會理就是說 他的那個兩側都沒有認可 那個土地很少 所以可以走的環圍又少 可以做改善的地方少 所以他要求是說 建議說 我們是說 我們是不是來分段 先做這個綠美化的改善 後續才會有機會 找到如果有反而可以做 我們再來做 所以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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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一段一段慢慢來做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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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會 從那個 旺角跟橋部點的 綠美化的經費 那一段一段來 再看看地方 可以覺得 綠美化的部分 可以優先的部分 是哪一個部分 我們先來做 好 好 感謝我們 副局長 那個 那個 交通局長 那個要把你反映說 我們的 局幹線公車 換學 時段有霧點 及存在量不足的問題 經過 經過 學生的交通 歡迎 我們現在 在磅二的時段 有五點 到存在量不足的問題 沿路 學生安全 反車 我們局幹線公車 在 四點五十五分 為自己 站發車 五點半 到 勝發 中文站 不過 那台車 到勝發國中的順路 已經是 五點半 到勝發國中 已經都六點了 沿路 坐車的小孩 過多 所以存在量不足 迫使學生 改搭 乘下班 試工車 所以說 來到我們 公共運輸處 歡迎 要請我們 展局長 是不是 這個問題 看來 改善 可以 讓這些小孩 坐車子 坐車子 可以方便 好 感謝議員 的建議 這間 較適合 軟面 我們有去調查 坐四點五十五 咖哩發那班 到 隔壁中 差不多五點半 有時候會霧點 因為路頭比較遠 所以確實 每天搭乘的 學生的人數 五六十個 可能有了 超過了 所以我們最近的 請公運處 跟學校 還有客運公司 大家去參選 所以我們大概在 把這個 兩班車來提早 四點五十五 提早十分鐘 五點二十五 提早十分鐘 三方已經有達成了共識 學校也認同這樣的做法 所以我們已經 討論好了 那我們在12月19號 就要開始了 那我們會開始以後 我們再觀察一段時間 看看有沒有改善 如果沒有改善 我們再來做微調 感謝我們專局長 我們局長請坐 那個 教育局長 給你 反應 議員好 我們這個 LM要去 新的學校 所以說未來 起起來的順序 一定沒有問題 不過就是說 因為 台積電要建築 所以說 它會帶動 新的 政家人靠進來 如果在學校 不開學的時候 這個 就學 這個小朋友 他的 安置問題 我們要有 危機意識 所以要 應該你們也有 我真正有反應說 要調查 因為 現在 因為今年 是 這個 整理想法的問題 所以說 都沒有人反應說 孩子要去找 不好 不夠時間 所以 所以 每年的問題 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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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們 會 困了 這樣 要應變 自己做報告 因為我們 都沒有了解 到 張額 就是說 目前 學校的 孩子 看起來 沒有一次 超量 很多 這樣 我們繼續 來觀察 所以說 我們 到 這個 後年 我 我 第二 我也是 會趕 調資料來 等到那時候 我們來反應 這樣就太慢了 會提醒 教育局 配套措施 用好 高中 到時候 是不是 就是 班級人數 先 增加 因為 南科區 是一個 成長 人口成長地區 所以說 會有 一種問題 對 跟議員報告 有些學校 如果是 總量管制的學校 他是可以 一個班 最多可以到 35人 一班 就是 一班 二十九人 所以 這都會是 我們一個 因應的方式 所以 我們有 那個 他就要看 他還是 好好變成總量管制 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 提關 班級的 人數 這樣 好 感謝 我們 教育局 陳局長 局長請坐 謝謝 現在要跟 市長反映說 市長 市長 耳後 可能是會 採取公民論壇 所以 我們 在 市長 在 市長 總 你 要 要 去 市長 對 你 要 去 你 有三個店嘛,所以地方一直在期待 但是以後市長,他要去推動 那也是在未來市長的權利 以及議會的支持度的問題嘛 市長感謝 是,感謝林議員的指教 他是 我們是這樣的,就是說 我們因為新的市政中心 在管治合併之後,就這種的聲音 要求台南市政府應該要去委會 應該要去行見 之後我們台南市議會也很多議員 提出這種的要求 所以我們採取公民論壇的方式 給市民來參與 但是那七個案子 都是網路上 今天是地方的建議 因為是議會議員拿出來的案 我們經過這些來源之後 還要讓公民論壇去決定 這次已經最後選出一組三個地點 後續呢 我們的研考會趙主委 他說主持的公民論壇會繼續討論 感謝市長 自然請坐 這次或者使出那いく 這次請坐 我們的機會 你會幫助西長 這個結果 我們請坐 你AP 各位 他請坐 那邊 你請坐 所以不可以 你坐 那邊 這個 我問 說 三公里以來這對我們的股公所要推動是一種阻礙 再來就是說 他的輔助經費 他的分配也不合理 這影響到我們台南企業主委 他跟經緣分開 他跟經緣分開 我就問他 三公里來的繁盛要把它拿起來 不然這樣庫庫索儀 去處理這個庫政的問題 對,我們市政府不可以上海 請市長是不是 好 感謝林議員的指教 你這次結束之後 我的接結來看他的經費的處理環節 像你說的三公里如果沒有合理 我會要求科技部他們來調整 我會要求科技部 要如何把這個政策的分配 是不合理的 這條經費的獲利是我們台南科學院局 創作出來的 他把它分到這區 這對我們地方是一種最愛 因為這是科技部 他們必須要檢討說 所以要如何把這個經費處理恰當 不然這可以知道的時候 我這個民進代表知道 我不會不反映這個問題 是啊 林議員 我們這次結束之後 我的搖籤南科管理局的局長 和林議員和市府相關的局勢 包括副公所 我們大家共同來研討 好 要怎麼一個更好的處理方式 我們再來把科技部要求 好 好 感謝賴市長 謝謝 我們來講 給我們資長 歡迎 那方面拜託市長的費心 叫國黨員研究這條經費用得到 對我們地方時事上會幫助 以後地方的變成就感到感到 任議員的意見很好 因為我們可以接受一些經費 對地方的建設 包括你剛才說的 交友、地安、交通、社會福利 這都有幫忙 因為之前我在庫公所並沒有幫我反應這件事 這次任議員你幫我反應 我們就接近來處理 好 非常感謝任議員 好 感謝市長 感謝大家 辛苦 大家向各位投訴 好 謝謝我們林治展議員所做的市政總質詢 那我們上午的議程就到此結束 謝謝任市長帥領的市府團隊 也非常感謝新聞媒體的採訪 那謝謝我們本會同仁的出席 我們下午1點30分 繼續進行連席審查106年度地方總預算 及護士單位的預算案 謝謝大家